看直播录屏 我只看十余期陶浩天 你1米9 陶天1米7 当然了 陶天有没有1米7 咱心里都有数 所有的启动部 都没有什么特殊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 只不过陶天呢 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并不穿插在启动部里 他一直在做着像这样的一个 调配的步伐 就是他的启动部 可以跟并不合在一起 你有很多人并不是小跳一下 对不对 他一直是在做这个动作 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方式 不要去 不要去效仿别人 不要去效仿别人 你就比如说 你就比如说 我这里来了一个 半年前吧 我这里来了一个小女孩 个子特别高 个子特别高 然后呢 他侧身转体特别好 但是他13岁的年龄呢 已经有一米7的个子 瘦啊 那是呱呱的瘦啊 那恨不得就是骨头了 对就是他 那又瘦又高又没劲 好了 我告诉你 他就卡在哪了 根本支配不了他的身体 就以他的力量 核心力量 根本支配不了 他这么大的身体 这么长的胳膊和腿 他就会显得看着很笨重 已经都这样了 还侧身侧身 转体转体 你不要去效仿别人 侧身转体的目的是干什么 首先要清楚 侧身转体的目的是为了带动 是为了什么 让这个往后找的时候 有一个落脚 首先能让我的重心调配好 接下来顺着脚登地 要配合我卷腹发力 我想问一下 安赛龙和陈龙腾 为什么厉害 他们个子也那么高 他们是如何 好